美好的一天,从美食开始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块食物的美食世界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菜一饭 都是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的香港 柬埔又独具风味,逐渐流行起来 成为粤菜的经典 第一道就是滑蛋牛肉 首先我们选取牛里脊肉 顶丝切成片 再来切一些生姜丝和葱丝 做成生姜水 喜欢的可以点赞,订阅,转发 并开启小铃铛,谢谢 同时再切一些指甲片 炒牛肉的时候会用到 牛肉是否滑嫩 腌制非常重要 我们在切好的牛肉片中 加入料酒 生抽 蚝油 小苏打 集结糖 葱姜水 分批次 打入牛肉中 每次抓拌到 牛肉有些发干时 便可加入葱姜水 直至牛肉将葱姜水全部吸饱后 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一些生抽调色 再次抓拌均匀后 加入一些生粉 再次拌匀后 加入一些油 封住口味 便可用保鲜膜包好放入冰箱内 冷藏20分钟 三个鸡蛋 加一些盐和一勺白醋 这是鸡蛋滑嫩的关键所在 打散后 再加入一点点牛奶 这也是必要的证据 最后过筛备用 好 现在起锅烧油 将油烧热之后 倒入葱姜 煸出香味之后 将葱姜全部捞出 你还想看什么菜肴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 倒入腌制过的牛肉 慢慢划散 有些小伙伴说 牛肉会煽锅 说重点啊 主要是要把锅子烧热 油温六成以上再下去 将牛肉滑至断生 便可盛出备用 另起锅 将油烧热后 倒入蛋液 在蛋液还未凝固时 就下入滑好的牛肉 然后用勺子轻轻的推动蛋液 使其慢慢凝固 当蛋液全部包裹上牛肉之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滑蛋牛肉 蛋液仍然保持柔滑 牛肉鲜嫩多汁 整体色泽金黄 香气扑鼻 滑蛋牛肉以简单的食材 巧妙的烹饪手法 创造出了极致的味觉体验 第二道饭就是 咸鱼鸡腻炒饭 咸鱼我们要提前一天腌制 将鱼切成厚厚的薄片 撒上盐和花椒 放入容器内 放入冰箱冷藏24小时 第二天我们将腌制的咸鱼从冰箱中取出 去除表面的花椒粒 并用厨房纸将表面洗干 锅烧油将油温升至六层以上 依次放入腌制好的咸鱼 将咸鱼炸至金黄酥脆 便可捞出备用 放凉后 我们用刀将咸鱼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粒 再来准备脂粒 将枝胸腐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脂粒 将切好的脂粒加入料酒 盐、一些蛋清和生粉 刷拌均匀之后备用 再来切一些葱花 并把鸡蛋打散 下锅将油烧热之后 倒入鸡粒 将鸡粒慢慢煸炒至断生 便可停出备用 再次锅将油烧热之后 倒入鸡蛋 滑散之后 再倒入隔夜的鸡蛋 再用勺子轻轻敲至鸡蛋 再用勺子轻敲至鸡蛋 使鸡蛋粒粒很重 这时可以加入盐 翻炒均匀后 再加入炸好的咸鱼和鸡粒 轻柔的翻炒 使鲜鱼和鸡肉与骨蛋 充分之后 最后撒上葱花 翻炒之后便大功告成 鲜鱼鸡粒炒饭 它既简朴又独具风味 鲜鱼鸡肉和米饭 交融出独特的口感 成为无数人难忘的味觉记忆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介绍到这里 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